大家好,欢迎回到谈股论经,我是老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几个股票 我觉得他们的走势是比较有意思的 先看一下这个比特币的走势吧 比特币的走势现在仍然是在它的杯形正在完成过程中 一个小杯子,然后一个小杯柄 现在还没有冲破颈线 我估计这个星期可能还冲不过去 因为还有一天的时间CMEFuture就要收盘 一天半的时间 所以我估计时间不够 这个星期可能还冲不过去 有可能下个星期可以冲过去 以太坊也仍然是在一个震荡过程中 就像比特币一样 短时间的插针仍然是有可能的 像之前这个地方插到了这个3500 很难说的会不会再次插到3600左右 给你插两针也很正常 那么今天主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咪咪股 咪咪股之前我跟大家说过 他们回撤了之后可以再次的进行买入 像这个GME跟AMC 跑哪去了 GME GME今天又在拉盘 现在是 他已经是率先冲破了他的200日均线 形成了金叉 在这个地方形成了金叉 之前呢 我跟大家说过 他回撤之后 你就可以买入 但是我当时呢 可能是这个0.618的黄金风格点是31块 他不仅掉破了31块 他还掉到了18块 这个掉的比我之前的认为的要低的多 但现在呢 又再次的涨起来了 涨起来之后 由于金叉刚形成 说明他这个上涨趋势才刚刚开始不久 大家可以趁他的每次回调去买入一些 AMC呢 也是在相同的一个走势 但是他金叉还没有完成 他即将挑战200日均线 这条蓝色的线 之前是突破一次 失败了 然后回来以后 现在再次进行突破 我个人认为呢 如果AMC能够突破这个200日均线 比方说先涨一波 然后重新回来回撤 这个200日均线 再继续往上走 那就可以展开他的牛市 现在只能算作是熊市当中的一次突破 短时间来说 也许还没那么快能突破去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这些咪咪股 之后还能再继续往上冲 好 就大概上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股票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女大 昨天是冲到这个1258块 已经是超过了苹果的这个市值 成为美国第二大的这个股票 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说过 我个人认为现在风险是挺大的 所以我肯定是不敢买 它的RSI呢 又已经是在80左右 并且已经开始突破80 也许还能再往上涨 但是我是不敢碰了 这个韭菜模式已经是形成 跟投降模式正好相反的一个韭菜模式 正在形成过程中 所以呢 你要胆子大可以继续买 反正我是不敢碰 特斯拉 这两天呢 也仍然在这个地方横着 基本上这 这一个月 一个多月都没大动过 就在这个地方震着 我也不加仓 我也不减仓 反正它就在这个地方震 我就继续看着吧 然后其他的股票 今天我们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个BNB 我们这边在 我们这边有下雨龙卷风的这个警报 希望不会有龙卷风过来 BNB是突破了奥潘派 现在呢 正在往上冲 短期内不知道它会冲到哪去 也许它会先回调 先回到这个650多块 然后再继续往上冲 确认这个奥潘派成为支撑 再往上冲会更为健康 当然它也可能呢 直接给你往上冲 但一般来说 比特币没有冲的情况下 BNB自己往上冲的可能性 也不是特别的高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会不会买呢 我肯定不会建议你买了 是吧 因为在这个奥潘派附近 一般来说 我是不会建议人家入场的 之前呢 它突破这个下行压力线的时候 我就已经叫大家入过场 当时还是在这个200多块 这个Coinbase 也正在完成它的杯形 一个非常漂亮的杯形 一个杯子 然后一个杯柄 还没有完成这个杯柄 就像比特币一样 如果比特币完成了它的杯形 往上冲 很有可能 Coinbase也会完成它的杯形 往上冲 之后的目标价就会是 基本上就是到奥潘派附近 300多到400多块 它这个杯形的目标价呢 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 大概 这个是在 520块钱 好 那其他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 总体而言 这些股票市场跟加密欧币市场走势都非常的强劲 一些很小的这些秘密股 GME跟AMC 都在这个蓄力的过程中 之前暴涨了一波之后呢 现在回撤了以后 很有可能还会再次上涨 那么 这个大马股 我认为它的走势也是不错 仍然是在一个筑底过程中 但是这个筑底呢 筑得非常的漂亮 这些秘密股一开始涨了之后 有的时候会刺激这个大马股 所以一旦大马股开始爆发 很有可能就是涨连续涨个好几倍的这个走势 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是布局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刻 因为它仍然处在历史低位 好 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 祝大家这个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中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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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拜拜